高爾夫球車發生撞死人意外 死者還是高爾夫球名將 詹士昌的母親 去年台灣男子世界排名 最高的高爾夫球選手詹士昌 怎麼也沒想到 媽媽會在工作35年的 高爾夫球場內遭高球車撞死 高球世家發生悲劇 家屬低調不願多說 事實上死者的丈夫是高球名教練 詹秋翰在高球場上認識死者 相戀後還培育出 兩名高球選手兒子 重回意外現場 死者好友富商廖長澤 當時像這樣開著高爾夫球車 本來要打招呼寒暄 結果煞車誤踩成油門 事實上高球車最快速度 大約20公里 不至於撞死人 卻意外造成對方後腦勺重創 爐內出血嚴重 急救後宣告不治 熱愛高球的死者 在高爾夫球場上工作超過35年 嫁給教練丈夫 養出國手兒子 卻意外死在高球場上 記者黃志昌張聯昊新竹報導